今天7月22日我们缅甸战矿第77 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两天也是越来越多的朋友观看这个节目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分享第一个就是从土瓦 我们叫缅甸化大V 19辆军车经过两个地雷被炸 军方20人死亡 10多人受伤 3辆军车被炸毁 分享第二个 从昨天7月21日开始 斯盖克里地区暂时继续紧张 大批民众进山区躲避战乱 分享第三个 孟邦的沿地区高拓乡 乡长吴三文及另一位乡长 哥索莫昨天下午2点被PDF处决 吴三文当场死亡 哥索莫在医院死亡 这二人被村民上诉后处决 分享第四个 今天7月22日早上 慈盖的蒙愿地区 军方30人小分队与PDF遭遇战 PDF一战时死亡 一村民一女村民被打死 军方有伤亡 我们分享第五个 7月21日昨天晚上9点45 阳光阳基马康路新建军方投掷的医院被火箭袭击 医院被炸了一个大洞 人员无伤亡 我们分享第六个 昨晚7月21日 德林达伊省博老地区的两个检查站被PDF袭击 无始 我们分享第七个 柯青帮的瑞固区高丽陆军方与PDF发生战斗 军方30人战死 PDF一军官亡 第八个 昨天晚上9点左右 马规市的邦地区枪战 军方10人阵亡 PDF无伤亡 分享第九个 今天早上十该市的石林地区 早上市警察在奶茶部喝茶 一车上下来的PDF向警察开枪 世人死亡 武器被收去 分享第十个 今天早上10点30分 仰光的泰国石油天然气公司 遭炸弹袭击 无人员伤亡 分享第十一个 今天12点中午 焦德大区的电管署遭炸弹袭击 分享第十二个 今天上午缅北的培空地区 军方与P 培空的PDF发生一小时的战斗 军方9人阵亡 PDF无伤亡 我们分享第十三个 曼德勒斯密大区的寺庙主持和尚 因帮助军方向民众收取电费 昨晚11点 4名持枪人员进入寺庙 将其枪杀 我们分享第十四个 今天哥因克伦邦丹当地区的十三马公路 从军营出行的九七十军人分成四辆军车 车队被地雷爆炸 造成23人死亡 伤无数两辆军车被炸捕 我们分享第十五个 今天斯盖水波至密资纳公路 军车遭地雷袭击 三军人被炸死 我们分享第十六个 今天下午四点 斯盖民舰军方与PDF发生枪战 军方九人亡PDF一名火箭筒射手阵亡 以上就是今天发生的十六起 我们所知道的事件 缅甸现在应该是到了临界点的感觉 暂时越来越多 我们通过这种社会的各种现象感觉 缅甸是实际上在一种崩溃的边缘 有很多人也问个飞鸽 那看到很多人在吃饭呢 很多人在那里喝啤酒或者什么样的 或者我们也说是最后一道防线 这是老百姓的基本生存的条件 基本生存的要求不是过高的 其他的行业根本就赚不到钱 在这种动乱的情况下 今天缅甸的伊洛瓦里一份杂志 也说到了缅甸的政权的外汇限制 令缅甸走向破产的一个标题 缅甸中央银行上周对美元实施的新限制 对已经在政变后 政治动荡和新冠肺炎疫情 导致的经济衰退中 挣扎的企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政府也责令公司和个人的借款人 暂停偿还国外贷款 包括利息和本金 据彭博社报道 缅甸公司至少有12亿美金 为长美元贷款 这些借款人 包括缅甸的电信公司 欧瑞路 包括城市商业有限公司 CT10块 仰光的一位国际货运代理表示 我们无法遵循现政权的指示 我们完全不知所措 对外国人来说情况更糟糕 因为每个公司只会观望 所有的生意肯定是会停止 也包括日本的公司 日本的林牧 苏姬 韩国 现在汽车制造商都停止了在缅甸的生产 企业主们表示缅甸中央银行的指令反复无常 没有规则使他们难以继续经营 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去准备或适应新的指令 大多数进口商都在受苦 因为他们的美元收入也是按照1850结算 但实际上市场价已经达到了2000多了 所有的个人公司包括他的利益集团都可能到了一个包括军人自己的相关企业 一位农产品的出口商说出了他的心声 最好什么都不做现在 我们就要干嘛 当你做生意的时候你会亏损 在这里做生意的希望已经没有了 再也没有了 经济学人杂志表示客观来看 暂停偿还外国贷款是破产的一个前期阶段 如果危机恶化 缅甸将破产 以前有政府因管理不善和腐败导致的经济危机而被推翻的例子 最近宣布破产的斯里兰卡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今天也看到缅甸公交车很多已经罢工了 因为继续上涨的 因为无法用美元购买天然气吧 所以很多的公交车已经不能运营 我们分享一下下面的照片给大家 就今天的一个大家挤公交车的一个状况 让大家感受一下缅甸真实的情况 飞哥缅甸说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对飞哥的支持 我会继续努力